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回合 那这是我们第一回合判断敌人动向的结果 那我们的营长还蛮热心的 帮我们准备了每一回合结束的时候的一些情报整理 我们大概知道有两台战车在中间的小镇 然后左右两侧树林我们看到一些零星步兵移动 然后树林的后面有敌人的战车或某种车辆在机动 那由于我们的步兵老实讲才刚出重生点 根本还没就位 所以我决定我们要先来做点火力侦查 可以看到有二号战车在大概K8的地方 要开出森林到那个前面的平原上 刚刚把中间的房子摆在敌人战车 和我直接让敌人战车被他射我 然后我就可以扫射他们的步兵造成一些伤害 然后也许把他们吸引出来然后再撤退 所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计划的结果吧 我们稍微改良一下回顾影片的格式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先用这个视角 跑完一回合一分钟 我们会再回顾特写一些重要的事件 看到二号已经开出森林了 左边的报时开一套 左边的报时开一套 然后第二回合大概就这样就结束了 注意回合结束前右边突然闪出了一辆敌人战车的符号 所以我们第一个特写是我们左侧的报时 他这回合下指令是瞄准中间那个小镇旁边的马路 30秒然后倒车 那我们的报时刚刚看到敌人的战车经过一秒 但是太快了来不及开火 然后又看到一次然后准备发射 我们不幸的呢打歪了 那现在他用机关枪射击那些零星的步兵 然后开始倒车离开这个位置 很可惜要是他没有接那个倒车指令的话 我们可能就可以这一回合就摧毁一台雪猫 可以看到他倒车的时候那个零星的符号 就是连坦克的符号消失了 然后再来有我的特写 所以我的2号就高速冲出森林 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一个子弹才能把我的指挥官的头消掉 我们具备一些零星的步枪射击 注意到我指挥官关闭舱门了 2号战车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射手 所以我没办法开着艙门战斗 那我们刚刚那轮射击打死了 两个到三个步兵吧 他们叠在一起看不太出来 那这边没有发射几轮机枪 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一些我们看到的零星步兵动向 所以可以看到敌人在他们那边的生理田 有一些步兵从这个旁边跑过 Combination他的设计上 所有单位都有独自可以看到的东西 刚刚那群步兵是后面最后面这个森林的人 透过前面那个森林看到的 但是如果有无线电的话 一个单位可以告诉另外一个单位哪里有敌人 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快可以看到目标 另外我们在远方的生理里看到一台 轻战车往生理里移动 这台是普派暴石那边的 所以是我的左边 所以这就是第二回合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继续 谢谢大家